王先生的商铺开在四季清昆隆同装城 儿子今年四岁 是同装城里的小明星 给不少店家当过同装模特 那天我刚好去了一趟厕所 我老婆店里面来两个客户 他平时玩的时候 也就是这几家周围转一下 转一下刚好是那天 也就大概几分钟的事 然后就是没看到他人开始找 王先生找了好大一圈 有人说在门口的公交站 看到了他的儿子 之后王先生就报了警 随后民警调出了沿途的监控 发现孩子已经往上乘那个方向过去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从他刚开始从公交车站走出 已经有2.4公里左右 在侦查的过程中 民警发现有一个黑衣男子 一路尾随着王先生的儿子 这个孩子在走到一个立交桥下面的时候 有一个黑衣男子 一直在他身后跟着他 当时我民警就急了 就怕这个男子是那个有所意图的嘛 所以就是也在大致确定方向之后 就到周边进行一个查找 随后民警在上城区的一个治安港亭 找到了王先生的儿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什么名字 他不认识他不说 这个是你谁啊 他是你的谁啊 我是谁啊 是谁啊 那那是的 生意在忙 孩子没管了 只有钱都白赚了 民警事后了解到 其实是那名黑衣男子 把王先生的儿子送到治安港亭的 其实这个男子的话 也是跟民警一样的一个好心人 就是想要保护这个走失的孩子的 因为我看到一个人在路上 感觉不是很放心 那个人跟着他 也没有上去跟他讲 对 一开始都是没有的 后来快到治安港亭的时候 他把他送到治安港亭里面 然后他自己就离开了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我本来说嘛 能碰到他嘛 当面好好谢谢他 那是通过我们电视 感谢他 对对对 反正嘛 非常感谢了 杭州还是好心人比较多的 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